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指示给各位带来最新的一个资讯,缤分娱乐现在开手。 众所周知啊,今年的好声音中是让人想最深刻的战队非东北虎战队莫属了,虽然没能够拿下最强战队的称号,但是战队里巴的每一位学员都实力都非常强,他们的舞台也是有着独特的魅力的,从战队组合之后开始,东北虎战队拿下了每一期的官方战队人气排行榜单的第一名,虽然整体的实力强劲,但是东北虎战队里巴的五位选手风格却各不相同,山纯那超强的爆发力,高锐那一次比一次稳的表现,宋宇宁让人惊艳的原创 王哥斯·马迪娜·多曼的那魂后悠悠深情的嗓音和苏维的天使版的声线,都给大家留了深刻的印象,根据实力来讲的话,这五位选手都是有进九强的可能性的,但是想要在好声音当中晋级,需要的布局影视实力,运气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,高锐和马迪娜因为在18晋九的晋级赛当中遇到了实力很强的对手,而过早的出局了,最后东北虎战队当中进入到九强的就只有单云纯、宋宇宁和苏维了,不可否认,这三位学员能够进入到九强也算是 实至名归,其中宋宇宁和单云纯更是被大众认为可能会走到最后的人,而在最新的一期节目当中,让大众期待已久的九强七的淘汰赛终于播出了,虽然陈莫涵和苏维的出局让很多观众感到一难评,这不可否认的是,九位学手的最终排名还是合乎情理的,单云纯直接拿下了第一,潘红则是紧追不舍,而被大家抱以很大的期望的傅信尧却成为了倒数,一,单云纯高居第一,被誉为是王菲的接班人,东北虎战队中最厉害的学员 是非单云纯莫属了,她的人气和实力都是顶尖的,自从站上舞台之后,她的每一首歌都上过热搜,她的歌曲和性格也是深受到大家的喜欢的,其他导师对她的实力也很是忌惮,在十八竞九的晋级赛中,她被其他导师封印了两次,在九进七的比评当中,选手的总成绩是依据专业评审的票数和现场观众投票数来决定的,虽然观众和导师们对单云纯评价很高,但是在此之前大家也没想过她会拿到第一名,并且还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女孩,她在唱功方面 上节比不过曹阳,而在原创方面呢,更是落后几位的原创选手了,不过不得不说是在九进七这个比赛当中呢,单云纯的发挥人人是非常的棒的,这就是沉沉的嗓音和优美的歌词完美的结合,一首人呢,再次让大家耳朵一亮,听了她的人之后呢,导师谢清风直呼,单云纯让她多了两个白头发,谢清风还表示啊,这下这两个白头发是因为单云纯不在她的战队而长的,这番话无疑是对单云纯能力的高度认可了,单云纯不仅是成绩第一,观众员也是非常的好, 很多的网友都发弹幕,跨上这个山一纯带来的歌曲,甚至是还有网友跨于她的是王妃的接班人,这么看来呢,山一纯夺贯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,期待她在后面的几少比赛当中表现了,二个人觉得呢,如今呢,山一纯还很年轻,有天赋这一点呢,是不用质疑的,但是距离歌后王妃呢,确实还是有很远的距离,毕竟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歌手,不仅是需要天赋,还需要后天的前赠,以及对待音乐的态度,包括运气和机遇也都是很重要的,所以期望山一纯能够越走越好吧 二,潘红紧随其后获得了原唱的表扬,潘红的形象可以说是这一季好事情的女选手当中数一数二的存在了,她不仅是有着精致的五官,还有着落落大方,很讨人喜欢的气质,更加难得的是呢,她的声音非常好听,在舞台上的表现也是非常好的,她凭借自己的外表和实力,坦白得到了丽以春的赞赏,不过呢,让人失望的是,在丽以春表现出来对这个潘红的喜爱之后呢,潘红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却远远配不上丽以春的期待的,在最强导师争作赛当中,她的发挥让 不少的人都对丽以春的眼光产生了趋疑,虽然她在此之前的比赛当中晋级到九强了,但是在已经对她产生不好因子的大众看来呢,她进入到九强也只是侥幸罢了,很有可能会在晋级七强的比赛当中被淘汰,然而现实和大家的猜想是相差极大的,潘红不仅没有被淘汰,还成为了观众投票第一,综合排名第二的选手,在听完潘红这次所唱的《普希金》之后呢,没有人会再认为潘红是侥幸救到九强了,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啊,真正达到了是人格合一的境界, 热带沙哑的嗓音,没有瑕疵的唱功,和她充沛的感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,给大家带来了极好的体验,其实在新一期的节目过程之后呢,作为普希金的原唱呢,还专门上线表扬了潘红,感谢了丽以春老师选了这首歌,显然潘红的魅力已经慢慢的获得了专业音乐人的认可了,三福星遥到处让人意外的盲选阶段结束之后呢,心灵风战队的福星遥呢,就开始逐渐的走到大众面前,她不仅是有着空灵的嗓音,还有着不错的唱功,更让人 大家曾经一度的认为,福星遥能够走到前三,然而呢,让人意外的是啊,大家抱有期望的福星遥表现率是越来越差了,完全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厉害,在七强竞争赛当中,她综合成绩排名第七,差一点就被淘汰了,福星遥这次唱的歌呢,是追光者,虽然她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好听,但是她的歌声呢,缺乏感情,很难打动观众和评审,另外呢,目前好声音第九季的山一纯冠军呼声是最高的,在网子的好声音是从来都没有过的,大家都有自己心中的冠军,然而自从山一纯忙 选唱了一首永不失联的爱之后呢,大家就把她的呼声吹到了风口浪尽之上,在观众眼中呢,她是唱歌好听富有感情的冠军能手,在导师面前她是不可匹敌的对手,用西金峰导师的话来说呢,其他人都是陪衬,把山一纯捧的是跟神话一样的,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? 一,以前人人都能唱,现在呢,歌手不专业,山一纯太专业了,目前呢,选戏节目太多了,比如说这个《创造101》啊,《青春有你》啊,等等,大家已经有了审美疲劳,回想起以往的冠军的歌手梁国啊,张艺辰等人,他们当时的冠军的呼声可是没有那么高的,而支持率呢,都是属于均等的,很显然有一个贡献的话题呢,就是当时的选手唱的是真好,比如说具有国际范儿的极客军艺,创作能力非常强的金志文都是冠军强有力的争夺者,而在这些好声音和山一纯相� 比美的选手呢,却很爽,以前是神仙打架的局面呢,现在成了孤独求败了,二,山一纯年纪小,形象气质好,好声音网继的八位冠军有六位男生,两位女生,这两位女生呢,是张碧晨,行韩宁,办了这么多季的好声,却只有两位女性冠军,而且只有张碧晨这个冠军被推到了顶峰,二,行韩宁呢,不管是从形象气质还是唱歌上的,这个都很大,而有点相同的是呢,他们俩都是来自于同一所学校浙江音乐学院,从母主关系上来讲呢,行韩宁还是山一纯的 学姐呢,但是在唱歌的感情和自身的形象气质上呢,确实是不如山一纯的,这也是节目组借此机会把关键的矛头指向了这个山一纯,这样不仅是可以实现造星计划,还能够提高收视力,岂不是一举两得吗,三,山一纯唱功实力强,获得了多位原唱的表扬,在经历的多次演唱当中啊,山一纯风格多变,既可以唱忧伤情歌,还可以能唱那种空里的歌曲,从意义上选择都变得非常好,尤其是她对于感情的投入,让观众看到了一个18岁小姑娘,在歌唱表现力上是 那么的强,永不迟连的爱,原唱周兴哲,邀请到山一纯做演唱会的嘉宾,寻一个天荒地老的地方,原唱汪晨蕊发文说,十几岁就唱得这么好,我酸了,for our young,原唱是爱依良说山一纯有很大的天赋的女生,内地版的关施敏,多位原唱对于山一纯的赞赏呢,是其他的选手达不到的,不仅能够表现出来她的唱功强,还能够突出她未来不可限量,四,利用山一纯的冠军呼声,增加节目组的收视率,网友说呢,这几年好声音的质量是越来 越不行了,没有优秀的歌手让人很没有期待感,而今年的山一纯呢,优异的表演恰好能够让网友们感受到了好声音还是有很多期待的,作为观众来说呢,一方面是对于导师的期待,一方面是对于选手的期待,如果真的没有热度的话,那么曾经办了八季的好声音呢,就要凉凉了,这还和歌手不一样哦,歌手的退出基本能够请的歌手都请了,而好声音最终以培养音乐信心为出道,一旦山一纯获得冠冠冠,那么节目组的口碑和热度都会往上走的,同时呢也会获得更多的利益 综上所述呢,是我对山一纯冠冠冠呼声高的看法啦,山一纯从唱歌上确实很强,但是要结合节目的选举来看的话,是不是把它捧得太高了,大家觉得为什么山一纯的冠冠呼声这么高呢,欢迎留言评论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,先给出您宝贵的赞,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